臺南鬧區最近多處貼上了 防空避難字樣的貼紙 但是疑似宣導不足 居民不知道是誰貼的 也不知道避難場所在哪裡 臺南市警察局表示 防空避難貼紙 樣式是全國統一 指引民眾到附近避難設施 並沒有亂貼 沒有人知道這是要做的 就不知道去哪 然後他貼的位置呢 就蠻不顯眼的這樣 可能放在學校的某個公告的地方吧 會比較顯眼 這種經過就不會看到 最近臺南不少地方貼著防空避難場所的貼紙引發討論 但民代建議會應該宣導讓市民知道 自家地下室就是最佳的避難點 還有里長公務人員在避難時肩負的任務 這些防空避難他可能是警察局貼的 可是比如說民政局或者是教育局 他們有把這些防空避難所需要的知識傳導給人民 一些為什麼要貼這個東西 或者是說那我們之後避難的時候 在什麼樣狀況要跑到這些避難所 其實很多民眾都還不知道 臺南市警察局表示 配合內政部警政署進行貼紙式 讓汰換作業全國統一 再加油各派出所張貼 市府也指出目前臺南市有六千九百四十八個避難場所 共可容納大約三百零二萬人 萬一有空襲警報時里長必須引導民眾 自防空疏散的避難設施 至於校園也有相關的避難設施 且規劃印製類似空襲教學手冊 讓學生更了解如何應對 一聲勢把核心 hin報到 不用打算